陳建仁議員 院長早安 今天火氣有點大 沒有 我 因為我覺得今天如果大家都來 爬高端 那昨天其實 我們立法院召開草野協商 當時就針對這個高端合約 是不是要公布 我想也是回到今天的重點 那當時我們 協商的結論 我們是希望行政院 在昨天下午的五點 就提供相關今天 專案報告的書面資料 我想這個不過分吧 對 你們昨天才告訴我 那你那個書面資料這麼厚 但是當時 你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才收到嗎 以往所有的專案報告都是 今天早上八點十五分 才送到我辦公室 對 依法的專案報告 請問一下這個報告才十一頁 你需要到今天早上八點十五 九點就要進行院會的 所有的資料 九點就要進行專案報告了 你八點十五才送到委員辦公室 請問一下這樣子是 面對立法院 面對民意的態度嗎 我想 我建議 你如果要繼續這樣子用這樣的態度 這跟你平常真的不太一樣 如果你要繼續用這樣的態度 我想全體的國人都在看 今天大家對於高端的意見 大家的質疑 看的是政府面對民意的態度 你面對中華民國最高民意殿堂 你今天這樣子的態度 是對的嗎 十一頁的報告 整個高端採購五百萬劑的疫苗 花了國人四十億的公堂 銷毀了三百多萬 保護了三百多萬人的生命 沒有錯但是相關 國際採購的疫苗 今天有相關 已經可以使用的狀況下 你的EUA 你的實際 在推動的過程中 這麼多的疑慮 甚至他後續的股價的異常 這個都還沒有談到 今天光是針對一個採購合約的一個公開 都沒有辦法來完成 整個四十億的公堂 銷毀了十二億 總共一百多萬劑的疫苗 你今天給我十一頁的專案報告 你還要拖到早上八點十五才送到我辦公室 這是對的嗎 這是裡面對民意的態度嗎 如果你今天繼續這樣下去 我可以告訴你 今天這個專案報告 今天這個臨時會 等於是白開的 全體的國人都在開 為什麼 因為今天的結論就是 你們不願意公開 你告訴我 因為高端董事會 不同意 你們還在溝通 還在要求 但是我必須告訴你 難道政府完全對他們有約束力嗎 難道完全都沒有辦法要求嗎 這個案子不是一天兩天 你的合約不能公開 是因為價格的問題 商業的問題 保密的問題 我都了解 我是海外台商出身 我非常清楚 但是那是在疫情期間 當時市場上有相對競爭的時候 但是疫情解封 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 已經一年多了 很多的國家也陸續公開 而且目前國內的民意 國內的民意 大家是希望公開 當時簽約是五年保密 所以政府要維持政府的責任 為什麼現在有六成的民意希望政黨輪替 我今天不想在這邊講政治 但是我希望你很正視這個問題 我可以告訴你 在政治上的立場 你不公開對你們是比較傷啦 老實說是這樣子啦 可是為什麼今天 今天你的態度讓我非常的希望 政府也要公開 但是政府必要維持承訊 我告訴你 程序是什麼 你今天包含 法務部 在105年的韓式 這邊就有提到 額標的廠商投標單 清單載有投標者 投標履約的內容 乃民眾監督履約工具 上非得 為拒絕申請政府資訊之理由 這個部分很清楚啦 其實如果涉及跟民眾相關權益有關的 你是可以要求大家啦 法務部已經函視啦 難道完全對高端公司 都沒有相關的約束力 難道一間公司 用今天老實講 用人民的納稅權 來做這個疫苗採購 國產疫苗的發展 國產疫苗的開發 我們都支持 這個是整個國家的戰略物資 國家安全 這個我們都同意 但是過程 大家可以這樣子嗎 你先告訴我 為什麼沒有辦法要求要公開 你們在這邊具體承諾 到底什麼時候要公開 我想過了嘛 賴副總統 主張要公開 我們政府也主張要公開 但是因為政府是簽約雙方的一方 需要維持這個簽約的保密協定 但是已經努力的來跟高端講 請他來公開 他到底不公開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你們溝通的內容 溝通的細節 溝通的結果 你可不可以跟國人在這邊簡單報告 為什麼他不公開 他的理由是什麼 價格不是都已經公開了嗎 他需要召開董事會 他需要召開董事會 他需要召開董事會來決定 開個董事會有這麼困難嗎 你們不能積極地要求 積極地來去溝通嗎 要問高端 所以我是覺得 所以今天給國人的感覺就是 行政院 衛福部高端 大家在互相甩鍋 雙面手法嘛 拖過去嘛 沒有要拖 什麼時候開董事會這麼困難 立法院臨時會都可以開了 各黨朝野 大家現在都可以來開會 為什麼高端不行 為什麼高端不行 立法院也召開過 為什麼 要給我講話嘛 好 立法院也召開了 這一個 調閱小組的 這一個委員會 所有的高端的疫苗 大家也在那個小組裡面 有看過了 所以這個預防 監察院也調過這個資料 這個 檢調單位也有這個資料 所以 這件事情 如果有需要調查的時候 為了要全民的健康 六十三案前傑 但是你們資訊就不公開啊 但是呢 當時 我們有保密協定在 保密協定政府 有負責保密的 這個 那你就繼續保密吧 我建議你就繼續保密 你看國人為什麼看你們 現在的執政黨 處理這件事情 政治的核心在執行裡 成功的人找方法 失敗找藉口 我想 如果你要這樣的態度 用這樣的態度 面對民意 必須院長 我不想跟你在這邊口舌之爭 但是你今天的這樣子的態度 讓我非常的失望 從你們今天行政院 你們的 你們的聯絡人 告訴我們的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今天早上才送到辦公室 因為 長官說 沒有辦法提供 昨天沒有辦法提供 請問這是哪一位長官 我 我們沒有說沒有辦法提供 我要跟我講 我們昨天 開會開到了晚上的時候 還在 所以你們還是要互相 套招 然後11月的 11月 不是 那我問你為什麼 11月你要給我搞一天 欸 這個所有的 我問你你們有什麼資訊類的喔 所以你這樣講是不合理 你10月 什麼叫不合邏輯 你今天這樣子面對中華民國令法院 你最高民意被查證 你11月的總共40億的公堂 難道1月就 佔了4億元的這個相關的公堂 是這樣子來計算嗎 當時高端 我告訴你啦 今天民進黨在國會實質過半 實質過半 今天你們所有的道義的小組 所有的相關提供的資料 都是遮蔽啦 遮蔽至少三分之一以上啦 相關的重要資訊都遮蔽 這要怎麼審查 你告訴我 只要不同意的 全部都透過表決 把我們封殺掉 剛才 你們民進黨 還有臉 叫國會 叫國人讓你們實質過半 實質過半就是實質護航啊 沒有 幸好是國會過半啦 如果到當時 當時 在貴黨 就主張說 要 不要開發國內的疫苗 我們什麼時候說不用開發國內的疫苗 我在這邊質詢 你去調資料 我每次質詢高端 我第一件事是說 我們支持國產疫苗發展 不要亂扣帽子 當時有多少在野黨 不要亂扣帽子 扣帽子是你啊 不是我 靠你什麼帽子 你今天11月的 你今天11月的這個報告 你不是早上8點15分會來送來嗎 這合理嗎 你給我45分鐘看 我要怎麼質詢 我們所有的專案報告 以往送來的時間 都是在報告的當時送過來的 什麼叫當時送過來 這個案子是今天才出來了嗎 這已經兩年多了 大家都在關心 社會高度關注 11月的報告 你今天8點15分會來送來 你今天8點15分會來送來 昨天我們才做決定 民進黨團也同意 希望我5點 我本來還希望你們中午 昨天5點 昨天5點 我們就要送過來 也不送過來 今天早上7點 就到辦公室再等你們的報告 我還要等到8點15 我們昨天晚上 我們昨天晚上 滿到11點 才把這個報告給完成 所以 在委員 你講的 我可以告訴院長 你的報告 結論就是不公開 全部 以高端 董事會的決議為主 只要他不同意 你就沒有辦法公開 你對他完全沒批條 國人的訴求 你沒有辦法回應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今天給我們的結論就是這樣子 請問一下 我們在這邊質詢 我們這樣有意義嗎 我想 法務部的105年的韓事 都講得很清楚了 政府是可以去要求的 那如果你什麼事情都要推給民間 那這樣子 國人能夠接受嗎 那政府需要講 而且這個相關的資訊 如果說今天是在疫情 緊繃的期間 他有國際上採購 商業秘密 價格之間的競爭 這個我們都同意 今天解封已經一年多了 國人有資的權利 而且這件事情 是賴清德副總統 也是我們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他在總統辯論會上面 他也主張 今天 你是不是也應該 來去回應民意 應該來去回應民意 那如果你們今天要用這樣的態度 委員你說 我們要尊重合約 那我們合約 當時簽訂的 就是五年的保密協定 保密條款 所以我們是應該要遵照 這個五年的保密條款的方式 來進行 那你就繼續保存五年吧 然後資料再繼續封存三次 你看看 你看看全體國人的 全體國人的感受是怎麼樣 今天高端到最後 銷毀這麼多劑 甚至很多的國際的認證 到日本還要去補打 這是 國人實際的感受 我們不想去誤明化 但是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包含 相關的股價 我們一再 在高端 高端的疫苗 我剛才已經報告得很清楚 真實世界的數據出來 他是看 BNT跟莫德納是一樣好的 保護 當時 就是因為有很多人在 抹黑高端 讓很多可以打高端 減少副作用的人 沒有 然後呢 偏偏來鼓鼓勵 說要打 科興 打國藥 結果那個科興國藥 我跟委員報告 科興國藥的免疫 原性 它的那個抗體產生的比例 是所有的疫苗最低的 比AZ還低 我們理解 涉及國家安全 我們都同意 涉及 國產疫苗 本來就是 戰略物資 本來就是 國家安全的重要戰略物資 但是高端 我們都理解 但是高端 整個的過程 國人的疑慮 採購的金額 相關合約的內容 甚至股價的異常波動 中間也沒有委託 中資公司 邱宇斯來做三期臨場實驗 這一些都是國人需要了解 但是幾次的報告 沒有辦法講到此才明白 到了昨天 接上要開零食會 你的報告還要早上8點15才送到醫學院 委員 你這講的都不對的啦 我又不對 你都對 好我講啊 動物食用的結果早就發表啦 我們現在在告訴你高端合約的解密 相關的效力 我們沒有在跟你質疑效力喔 我從頭到尾沒有在跟你質疑疫苗效力喔 你不要再挖 你不要在這個聲東擊西啦 院長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現在跟你講 今天專報的內容 相關合約採購 的目標 什麼時候要公佈 什麼時候能夠高端取得共識 什麼時候能夠讓國人有資的權利 這才是今天專報的重點 我沒有在跟你討論疫苗的效力 我拜託一下 我拜託一下 你剛剛還在糾正這個 台上的委員 另外一個部分 除了在這個 我今天 我這樣聽起來 合約是不可能公佈了啦 至少在今天沒有結論啦 至少在今天沒有結論啦 我這樣聽起來啦 我希望你們繼續來去要求 這個法務部的函視 我希望你們仔細去看 你們來用這個函視 是不是難對高端公司 來進行相關的要求 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還是一再強調 我們會支持政府的本土生技產業 但是我們不希望有人利用這樣的正當性 趁機烘抬股價 我們不希望有人在這中間 謀取不斷的利益 那高端股價的問題 從他30塊附近漲起 再短短一年半 就暴漲13倍 2021年5月更衝上417元 尤其政府高層多次不避嫌 在高端股跌停的時候 還出面呼籲國產疫苗要有信心 甚至帶頭打高端 我想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院長你解釋 相關的股價異常波動上 有沒有相關的問題 好委員你是專家啦 我跟你講全世界 不會啦你比較專家啦 好 那你如果承認我是專家 全世界在發展疫苗的人 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當動物實驗成功 臨床實驗成功的時候 那個股價就會一直上升 那但是呢 如果實驗失敗之後就會下降 所以那個上升 你看莫德納你看BNT 股價的變化是怎麼樣 所以 藥物的開發 本來就是會隨著開發的不同期程 它有成功的時候呢 它就會股價會一直上升 這個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不要懷疑它 那你如果講說 有沒有什麼設計不法 實際上我們檢調單位已經查過 這個市林的地檢署 對於有一位專家審查委員 洩密這個高端實驗的好的結果 給他的太太 結果呢被判刑了三個月 要緩刑兩年 我想你也很清楚嘛 所以我們對於所有這些不法的事情 都有在查證喔 都有在這個偵辦 那所以這一件事情很重要 而且立法院在衛防委員會實際上呢 他們也有調閱相關的這個資料 那你說 相關的資料在當時 要提供說明也提供說明 開了這麼多次的會議 調閱小組開了這麼多次的會議 也看了合約 結果當時怎麼會沒有意見 現在選舉到了 又再來吵這個事情 意見都很多啦 只是都會被民進黨在國會直接表決封殺掉 沒關係院長我剩下30秒 我在這邊還是誠懇的呼籲 我希望你們 用謙卑的態度來面對民意 民意既然想要公開 希望國人有資的權利 政府總統也講了 我希望你們 盡速 盡速 越快越好 那高端的問題 我這邊在提點 包含 合約的採購內容的公開 中間EUA的審查 甚至有沒有相關的這個 股價異常的波動 其實這個是 國人相對關心的議題 我希望你們 嚴正的態度面對 謝謝 我們一向很 很